新聞硬梆梆聽新聞最爽,我是節目主持人斯坦 歡迎各位收看 今天我想跟大家討論跟奧運相關的一些新聞 首先呢,我們在討論今天的大主題 也就是李玉婷被攻擊之前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只是在奧運,你拿出來一個有台灣識別的象徵的一些布條或旗子或毛巾 要嘛是奧運那邊工作的人會想要把這個東西拿走 要嘛會有小粉紅直接攻擊你 所以我覺得奧運最大的問題是在於這個運動比賽 這個體育比賽 它給很多來自獨裁國家的人一個發言平台 而且這個發言平台也會看起來相當正當的 然後我是想說另外一件事情 奧運、奧委會對台灣是非常的不公平 而且這個不公平已經是過了好多年都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改善 因為呢,在現在你沒有辦法 你身為台灣人 你沒有辦法釋出台灣的國旗啊 你也沒有辦法說幫台灣加油啊 你也沒有辦法拿更多的一些台灣識別象徵的東西 為什麼?為什麼是這樣子啊? 台灣也沒有做錯什麼事情啊? 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 只是因為一個土匪中共不高興 所以就其他國家配合嘛 我覺得這非常不公平 因為我看過你不能釋出自己的國旗的國家 基本上在奧運有三個 第一個是在搞種族滅絕的俄羅斯 第二個是在幫搞種族滅絕的俄羅斯 搞種族滅絕的白俄羅斯 第三個就是台灣 台灣沒有打過任何的國家 台灣也沒有屠殺人啊 台灣也沒有作弊 像是很多中國那邊的選手啊 他們沒有辦法參加奧運 為什麼?因為作弊嘛 就是驗尿驗出來有一些藥物嘛 就是禁藥的東西嘛 所以奧運的一個根本的一個精神 我覺得是比較像是在騙啊 就是一個謊言 然後這件事情也導致很多獨裁國家 就是可以在那邊為所欲為啊 像是中國啊 像是伊朗啊 等等那些國家嘛 那我們在這個影片就可以看到 有一位台灣女生 她做了一個台灣加油 一個識別的海報 一個布條 然後就是幫台灣的選手加油 有個在奧運會工作的人員就是過來 然後她確認這個內容符不符合他們的規定 然後等她還沒有得到單 有一個土匪啊 沒有受任何的教育的一個土匪 我不知道是喝了多少滴溝油 從哪一個地下室爬出來的 直接把這個布條直接搶走 不好意思啊 奧運會啊 不好意思啊 巴黎它不是中國啊 你不可以這樣子亂攻擊別人 巴黎還是在歐洲嘛 你收點教育好不好 然後我覺得這樣台灣人 就是被對待的非常的不公平 然後另外還有這個 毛巾啊 也是被搶走了 然後還有幾個案子 就是有人試著是出台灣的國企嘛 然後想要回個國企 那國企也會被那個 也會被搶走啊 這些東西本身就是很不公平 那另外 Chinese Taipei 因為我特別要講Chinese Taipei 我不要講中華 Taipei 因為中華 Taipei 台灣人沒感覺啊 沒感覺啊 Chinese Taipei 台灣的中華對實際上的名稱 是中國 Taipei 對不起 外國人分不清楚中國跟中華的差別哦 他們聽到Chinese Taipei 他們就會覺得是中國 Taipei 誰管你是中華還是中國 他們會覺得那就是中國 Taipei的意思啊 那以前有一個證明運動失敗 我覺得很可惜 如果你還是沒有辦法出國企的話 但是你的代表隊不叫Chinese 是叫台灣 也沒有辦法出國企 但是上面寫一個台灣字 大家都知道 你是來自哪裡啊 也不會覺得你是跟中國有什麼關係啊 那我希望下一次如果有類似的活動 類似的投票 應該是要把那個Chinese Taipei 會改掉 因為這個東西只讓台灣在國際上變得更加尷尬 另外 林玉婷的事情啊 就是台灣之光啊 台灣的交澳 林玉婷 選舉選手啊 很厲害啊 他參加奧運已經不只是第一次哦 已經不只是第一次 這次突然間 因為有那個俄羅斯的組織 IBA 他的那個頭啊 新Kremlin 克里姆林宮的人 他是普京的好朋友 他前陣子還跟普京一起去中國 然後還拿過什麼俄羅斯政府的那個徽章啊 而且他把IBA的那些相關的業務 都是從其他的國家辦到俄羅斯莫斯科 這個組織也沒有提出任何的證據 也沒有提出任何的報告 開始講林玉婷不是女生 所以他不可以參加那個比賽 那我想請問一下你的證據何在? 你的報告在哪裡啊? 為什麼大家都沒有辦法看你的那些證據啊? 然後你突然間指控 然後有一群人還被上當啊 有一群人還開始轉發 你看啊 極端的進步價值就到這樣 是男生開始參加那個女性的比賽 這個問題在 現在美國確實有啊 有一個人他本來是男性 然後為了參加比賽還變性 然後去參加比賽 這個有 這個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但是這跟林玉婷沒有關係啊 你們不要把所有的東西都是合在一起講啊 因為林玉婷一出生就女生啊 而且以前也沒有任何人去質疑她的性別啊 現在只是因為一個俄羅斯的匪諜 在那邊發一個亂七八糟的 好無科學證據的東西 然後你們就上當了 這拿門子的邏輯啊 而且俄羅斯他要搞奧運啊 也是很明顯 因為他不能參加嘛 他在屠殺烏克蘭人啊 所以他不能用那個自己的國旗啊 他沒有辦法派那個俄羅斯的代表隊去參加奧運 所以他當然時間要破壞 搞分裂 搞破壞 而且這個東西 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 因為你看 現在大家開始討論那個 林玉婷的事情啊 然後 在那之前 有一個新聞 就是中國人作弊的新聞啊 就是中國人用那個非法的藥物啊 才可以在比賽獲勝嘛 那現在大家都不講中國人啦 大家都在討論林玉婷啊 我覺得就是有鬼啊 這個東西就是有鬼啊 還有那個IBA這個組織啊 他背後最大的贊助者是誰 俄羅斯天然氣公司 也是國營企業啊 然後 因為他塞了那麼多的錢給IBA 最後那個克里姆林宮啊 那個人啊 Kremlev 才有辦法成為他的那個頭啊 普京的人啊 也是俄羅斯天然氣公司的人 來自這種的組織的資料 你們就信了 不過呢 也是有一些好消息啊 我看到在這個奧運上 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幫台灣說話 從法國媒體 就看到Chinese Taipei 之後開始說 這個就是台灣 就是我們熟知的台灣 然後很多看比賽的人 也開始幫台灣加油 看到無論是哪一個國家的 都是一起說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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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然後我也看到很多外國人 有識者是出台灣的國旗啊 所以其實 這個中共 它霸凌台灣 它打壓台灣啊 大家都心知肚明啊 也都看得很清楚啊 所以我希望 我們這些支持台灣的 跟我們這些台灣人 可以更加的團結起來 讓台灣的聲音被傳出去 讓更多的人知道台灣的遭遇是什麼 然後不對獨裁者屈服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觀看 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跟留言 像贊助的話 在這個影片下面 會有Patreon跟英文啃氣 這兩個方針的連結 也很鼓勵大家去訂閱 我的英文頻道 叫做Freedom is not free 什麼餐廳 有請